第266集 跑爷听我这么一喊就赶紧地过来 看着水缸他也愣住了 愣了一会儿说 还真是怪事了 这水怎么会变轻呢 难道是谁寻了一封做好事帮我换了水 这事不可能呀 我睡觉挺灵性的 过几只耗子我都能数得清 要是有人帮我担水 我应该能知道 跑爷这么一说 让我也想不透了 要说那血沉到水底了吧 水缸的水清澈无比 可以把水缸底看得清清楚楚的 水里连沉淀物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缸底 现在也只能从太岁身上找原因了 我看着太岁 发现太岁那些凸起得像血管一样的东西 里面有了颜色 是一种像血的颜色 不过比血的颜色浅 我恍然大悟 对炮爷说 炮爷 我知道了 那些血一定被太岁吸走了 炮爷听了之后 想了想说 嗯 看来啊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这太岁 确实有点邪性 这些日子 我家里就没有再见过蚊子 苍蝇 晚上睡觉 连蚊帐都不用了 炮爷说的是实话 这个天气虽然是秋天了 可苍蝇蚊子多得很 而炮爷的家里 没有苍蚊蚊子 应该是太岁的供了 这时 有点羡慕炮爷家的太岁了 不过对太岁 只能是羡慕的份 我要是弄回家里 我爹和我娘绝对不会同意的 看完太岁之后 我就出去玩了 到了第二天 又去看太岁 看炮在水里的山鸡兔子 那些东西依然如故 山鸡兔子的肉 还和刚放进去的一样新鲜 一直到了第三天 炮爷把山鸡兔子拿出来之后 用砍刀剁开 我看着里面的肉 和钢杀的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 太岁果然有神奇的保鲜功能 炮爷看着水缸里的太岁 笑着对我说 嘿嘿 世上的人为了保存尸体 想了无数的办法 却不知 想保存尸体不符 和太岁泡在一起就行了 要是我哪一天死了 一定也和太岁泡在一起 那样尸体就不会腐烂 像那些迷信的说法 肉体不灭就可以重新活过来 到时候我就可以重新活过来了 我听到这里赶紧呸呸呸吐了三口吐 说道 坏的不灵 好的灵 全当炮爷什么也没有说 然后看着炮爷说 浩爷 您打青咋的 怎么这么说呀 人家打青咋的都忌讳死这个词 这有什么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死对我一个老头来说 没有啥了 我当年打日本鬼子 死了多少回 又从尸体堆里爬出来 现在活了这么大的岁数 比起当年那些死了的兄弟 算是想了太多的福了 要是说死就死的话呀 我早就打算 下去陪那些兄弟了 我看炮爷说这话的时候 印堂上似乎蒙着一层灰 看上去不太自然 我想炮爷算不算是印堂发案 想着想着 心中那种不祥的预感又冒出来 每当我这种不祥的预感出现之后 就会拼命地劝自己 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的意志能改变的 炮爷的这句话 一语成戳 没有几天就变成了现实 从那次之后 炮爷有了免费的保险水缸 到山上打猎更频繁了 他不把猎物直接打死 而是打个半死 回家之后剥皮拔毛 然后把滴着血的猎物放到水缸里 反正不用担心猎物的血弄脏水缸了 因为不管多少血 都会被太岁吸得干干净净的 而水缸里的猎物 不管过几天 都会和刚杀死的一样新鲜 时间一长 水缸里的太岁也出现了变化 太岁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 那本来腐肉一样的颜色 变得鲜红 如白纸一样的白肉 变得和刚泡开的猪肉一样 在上面布满的细小血丝 更让人惊奇的是 那太岁在水中身子一张一合 似乎在呼吸一样 不仔细看的话 肯定以为太岁是个活物 正是因为这样 炮爷把太岁当成了宝贝 他把大水缸移动到了屋里放着 不准我把太岁的事情说出去 不然 就不准再让我去看太岁了 其他的人也一律不准去他家 炮爷是想守住太岁的秘密 像太岁这样的宝贝 只要一说出去 想要他的人肯定是屈之若鹜 其实我根本没有打算说出去的 因为有太岁 我就可以吃到炮爷家的肉了 为了吃肉的机会 肯定得守住秘密 如果不出事的话 原本这个秘密会一直守下去 可是 这一天 却出了可怕的大事 每一天去看看太岁 成了我的习惯 早上一起床 先跑到炮爷的家里去 这一天我又早早的起来了 往炮爷的家里跑 到了炮爷的家门口 发现炮爷紧闭着大门 我看着大门心里想 这个不科学呀 炮爷怎么会关着大门呢 每次我去的时候 炮爷都会早早的起床 我在炮爷的大门口 喊了炮爷几声 炮爷没有应声 看来炮爷没有在家呀 炮爷不在家没有关系 因为炮爷有开门的机关 别人的门栓都是来回的 而炮爷家的门栓呀 是上下开的 在他家大门上 有一根小细绳 只要一拉小细绳 就会打开门 我打开炮爷家的大门 走到院子里 发现屋门开着 当时就感觉炮爷 应该是在家里 因为自从有了太岁之后 炮爷就买了一把大锁 只要一出去 肯定会锁上门 我在院子里喊了几声炮爷 听到没有人答应 就直接到了屋里 到了屋里 我又喊了几声 炮爷还是没有应声啊 于是我就走到 炮爷睡觉的屋子了 到了屋子里 看见炮爷还在睡觉 我心里想 炮爷这是怎么了 一边想 一边走到了炮爷的身边 朝炮爷的脸一看 炮爷的脸色不对 本来他黑的瓷石 像包公一样 现在的那张脸 变得像是结了霜的冬光 极度的难看 我看着炮爷的脸色 吓了一跳 赶紧的喊了几声 炮爷还是紧闭双眼 我用颤抖的手 去试炮爷的鼻息 我试了试炮爷的鼻息 炮爷一点呼吸都没有了 我当时吓了头 嗡的一声炸开了 人活着总得喘气呀 只有死人才不用喘气呢 炮爷没有了呼吸 这是去世了 我不敢贸然地判断一个人死 还是没有死 就用颤抖的手 再一次试了试炮爷的鼻息 炮爷确实不喘气了 看炮爷那张极度难看的脸 和紧闭的双眼 应该是去世 昨天还好好的炮爷 今天就闭上眼了 我面对着炮爷的尸身 吓得浑身发凉 有点手足无措 这时想到了给大伙报信 于是我转身拼命地往外跑 一边跑 一边大声地说 炮爷去世了 炮爷去世了 我小时候的嗓门打 加上现在又出了事情 这一诈呼 周围早起的人 赶紧地出来看是怎么回事 我这时已经有点神经质了 一看到有人过来 赶紧拉着人 说炮爷去世了 就躺在床上 我像疯了一样 拉着人进了炮爷家里 接着又跟进来几个人 我这时才仔细地看了下炮爷 炮爷双目紧闭 看样子是睡着觉 不知不觉中死去的 看炮爷的脸色 像是湿血过多 虽然脸黑看不清楚 但那嘴唇颜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像是湿血过多而死 这时有人掀开炮爷的被子 被子下 炮爷的手很自然地放着 身上没有什么痕迹 炮爷盖的被子和床上没有血迹 炮爷也没有挣扎的痕迹 应该不是别人所杀 第267集 不过 这件事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庄上的人还是迅速地报告了大队 像炮爷这样的 可是老革命 和普通的村民不一样的 大队里不敢怠慢 赶紧地查看炮爷的尸体 看了之后不敢做主 就往上报 而我则跑到麻子大爷家 想和麻子大爷 把太岁的事情说明白 让麻子大爷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了麻子大爷家一看 麻子大爷没有在家 好在是星期天 我可以等麻子大爷回来 等了一会儿 有人告诉我 麻子大爷昨天出远门了 恐怕得六七天才能回来 像麻子大爷自从有了师父的那些书 对风水有了极深的研究 外面有很多人来找他 所以麻子大爷经常出远门 我正考虑要不要回家的时候 庄上传来了警车的警报声 是公安局的人来了 不用说 他们一定是去查看炮爷的 炮爷的死 让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这些日子相处 我感觉炮爷只是孤僻了一些 但对我还不错 如今公安来了 一定能知道原因的 我想到这里 赶紧地跑到炮爷的家里 此时炮爷的家门口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医院里的白车 白车上有红十字 顶上是蓝灯 和警车上的红灯不一样 这个很好区别的 到了跟前 看到看热闹的人 已经把门口围住了 几个公安拉了一道绳子 让大伙不要靠得太近了 我正看着呢 这时大队书记过来了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看着大队书记说 大爷 你拽我干嘛 大队书记说 公安局的同志正在找你呢 没想到你自己来了 走 到里面和公安说清楚 我有点紧张地说 找 找我干啥 我进去的时候 炮爷就躺在床上不动了 这个 一点都不管我的事 小董啊 你别害怕 那公安同志找你 就是为了了解一下情况 我也没有说关你的事啊 说完之后 就拽着我的手 把我拽过了警戒线 然后一台警戒线 直接把我拉到院子里 进院子的时候 众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我一轮纷纷 好像是我犯了事一样 那些人就是这样 听风就是雨 风雨听不到 也会自己琢磨事 我不敢多看 也不敢多想 只是低着头往前走 到了院子里 大队书记 对公安说 所长同志 就是这个孩子 最先发现炮爷去世的 有什么事情 你们 问他吧 我低着头 我都不敢看公安 心里砰砰直跳 真怕这件事 无缘无故地 安到我的头上 都说 死人身上有浆糊 只要站在身上 就说不清了 我心里正在慌张的时候 就听见一个公安说 哎 小冬啊 怎么是你啊 我听到这个声音 感觉很熟悉 赶紧抬头望去 只见来的人是李公安 我顿时就不紧张了 看着李公安 叫了一声李叔 然后我就把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李叔点点头 这时几个 穿着白大褂的衣裳 走了出来 对李公安说 李所长 里面的人身上没有伤痕 也没有打到的痕迹 是睡着了以后 突发疾病 自然死亡 可以排除外界致死的原因 李所长点点头 然后对我说 小冬 没有你什么事了 赶紧回家去吧 李公安的这一句话 就等于给我洗清了嫌疑 他对我说完之后 走到大门口说 老炮 是睡觉的时候 突发死亡 和别人没有关系 老炮的丧事啊 由村里出现办 大家都回去吧 李公安宣布完了 和大队书记交代了几句 然后就坐上车回去了 剩下大队书记 在那里忙活 安排着人 准备把炮爷的躯体 火化 九十年代 对火化的管理非常严格 那些死了不想火化 不想被烧成灰烬的 偷偷埋到地里 不过 只要有人举报 即使已经烂了 照样拉到火葬场火化 而且啊 还有交罚款呢 就在大家把炮爷 装到席包里 麻绳扎好了 准备去火葬场火化的时候 上面来了通知 说炮爷是忠诚的革命战士 对国家做过贡献 生前战火里摸爬滚打 现在特准 不用火化 实行土葬 这个不用去火葬场火化 算是对死者最好的褒奖了 由于不用火化 大队里就张罗 处理炮爷的丧事 炮爷没有直系子孙 只有一些远房 他的葬礼啊 没有像普通人的葬礼一样 没有孤灵的 也没有守灵的 只是像电视里的追悼会一样 把炮爷装到棺材里 搭了一个告别的灵棚 放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 两边的碗帘 写着 以身肝胆 生无敌 百战威灵 亦有身 为了显得有气氛 大队书记还让人踩来菊花叉上 整个的灵棚 算是庄严肃穆 我看着炮爷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 总感觉炮爷用眼睛盯着我 那种感觉格外的瘆人 把我吓得都不敢看照片了 忙活了一天 总算是布置好了 准备第二天开追悼会 据说要来当官的 所以乡下那一套全棉 来的人不磕头 只鞠躬 到了晚上布置好了 大队里管了饭 大伙都各自回家了 因为血缘没有进的 再加上炮爷生前 饥饿如仇 不怎么会为人 到最后 连守灵的人都没有 炮爷的棺材 孤零零地放在院子里 两根白蜡烛 好像随时可能熄灭 这个守灵的事情都是亲属问世 没有外人帮着守灵的道理 所以大队里不管这些 反正不会有人来偷试的 到了第二天 我爹也被叫去帮忙了 由于我得去上学 就没有看热闹 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回到家里 放下书包 就直奔着炮爷那里去 炮爷还没有出关 他家里冷冷清清的 没有人给哭号 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盯上棺材钉 就有人去抬棺材 抬棺材的时候啊 忽然大伙议论纷纷起来 原来那口棺材 非常的精 不像是装着一具 没有火化的尸体 不过已经钉上棺材钉了 不可能再开棺掩饰了 就这样 棺材抬到大街上 大伙在旁边 看着棺材出关 没有哭声 棺材 孤零零地放在大街上 有人在棺材的头上 摔了老盆 这个老盆 本来该有孝子顶的 俗话叫 养儿防老顶老盆 炮爷没有儿子 只能自己顶 一些装上多愁善感的人 在那里抹眼泪 有个没有男孩的家庭 在那里发狠说 只要计划生育 抓到步枪毙 就一定得多生儿子 不然呢 死了没有人顶老盆 炮爷就这么出惯了 埋在了黄土下 本来已经盖棺定论了 可自从炮爷葬了之后 庄上还是不太平 白天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一到了晚上 庄上的那些狗就会悲悯 声音淒厉 有点像哭泣 非常的可怕 后来就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 有一家的狗被活活地咬死了 脖子上的伤口很大 不过伤口的样子 有些奇怪 看不出是被什么咬的 被咬死的狗身上除了脖子的伤口之外 身上的肉一点都没有少 看来咬死狗的那东西 不是为了吃肉 而是为了喝血 那家人的狗被咬死之后 又陆续地有狗被咬死 当然 只是咬死喝血 没有吃肉 庄上被一股恐怖的气氛弥漫 一时间人心惶惶 谣言刺起 最主要的谣言 是母叶叉又回来了 到处地喝血 小曹年那一片 对母叶叉的恐惧 已经到了极点 天只要一马虎亮 家家户户关门闭户 没有重要的事情 绝对不出门 我晚上就不能出去玩 心里非常的着急 盼着麻子大爷回来 解决这件事 结果一连几天 麻子大爷都没有回来 这时出现了一件 更诡异的事件 把母叶叉洗白了 但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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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